AI影片生成工具这么多,该怎么选才不采雷? 这一集,我们将透过小带优化广告的故事,实测多款热门AI工具,带你看懂各家优缺点 还会实际运用Notebook LM和Gemini的分析建议,让广告从漂亮走向有说服力 本集亮点,Notebook LM与Gemini,谁分析得更好?哪些画面一定要实拍? 根据Gemini建议重新生成图片,各家AI影片生成工具大PK 小带用AI工具完成第一支护手双广告影片,正得意识,却收到客户讯息 画面很美,但AI感太重,能调整一下吗? 晴天霹雳之下,他转而求助Notebook LM和Gemini深入分析问题并找出改善方法 这集,就来看他怎么将分析转化成行动 Notebook LM vs Gemini,谁分析得更好? 为了厘清方向,小带向两个AI工具提出两个关键问题 一,这类广告适合用AI制作吗? 两边都肯定AI的效率与成本优势,尤其适合需要快速迭代的品牌 Gemini的回答更清楚,直接指出快销品牌需要频繁推出新内容 以保持新鲜感与市场曝光度,也强调AB测试需求 另外,Gemini对AI完美视觉与版权优势的观点,也较为正向 有别于以往我们所看到的内容 Notebook LM则有两点值得商榷 一,认为AI可以整合影片内容,其实这部分仍然需要仰赖人类剪辑 二,认为AI难以取代行销洞察力,这未必准确 AI擅长用大数据做出预测,能补足这部分 所以与AI对话,不是求解答,而是引导我们深入思考 如果你平常容易跟风,更该提醒自己保持判断力 二,要怎么具体改善内容? Gemini提供具体建议,能明确指出问题与对应方法 不像Notebook LM较为笼统,不过Notebook LM有一点值得参考 就是建议我们加入更多描绘感受的词汇 让情感更加细腻,例如,指尖的干涩 是无声的抗意,那一抹轻柔,让疲惫瞬间消散 哪些画面建议实拍? 除了参考以上这些建议,小戴还从分析结果归纳出两个关键画面必须实拍 一,使用前后对照画面,观众才会相信产品有效 二,产品实体画面,广告与食品必须一致,避免观众产生错误的期待,造成消费纠纷 AI可以负责打造氛围,营造情境,但关键细节还是得靠实拍,才能让消费者感到安心 原来分析不是为了找答案,而是帮我厘清重点,接下来就开始动手改吧 根据Gemini建议重新生成图片,接下来,就来看小戴怎么将分析转化成行动 首先,小戴来到ChatGPT,打开上一次广告企划的对话,先做概念对齐 问他,你还记得上次做的护手双广告吗? 先确定有在同一个水平上,再分两部进行任务,先上传Gemini的优化建议,再交代生成任务 这样做可以确保AI不会遗漏资讯或误解重点 如果一次交代太多任务,就容易出错 一次交代一件事,准确率就高得多 这次他有预测正确,我们只要稍微修改提示词,直接传送就好 接下来的动作跟之前一样,依照提示词生成图片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逐项个别优化细节 小戴这次除了用ChatGPT4O生成图片之外 他还测试了Google的三个模型,Gemini 2.0 Flash, Gemini 2.5 Flash, Imogen 4 首先,来到Google AI Studio,点选Native Image Generation,填入提示词 就可以使用Gemini 2.0 Flash生成图片 但是这里就没有太多其他的设定选项,要自己用提示词控制 接着,点选Generate Media,再点进Imogen,就可以使用Imogen 4来生成图片 这里就可以直接选择长宽比 至于Gemini 2.5 Flash则是到Google Gemini这里测试 AI工具会经常改变及更新界面 所以你要掌握的重点是,操作逻辑与沟通方式 如果AI出现这种一直跳针的现象,就跟电脑死当一样 先关闭,因为再测也不会有结果 如果隔天打开还是一样,就只能开启新的对话视窗,重新来过 这次测试的结果,小戴最后还是选择ChatGPT生成的图片 因为Google这边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使用同样的提示词,从广告企划开始到生成图片 它仍然无法像ChatGPT一样保持一致性 用嘴P图的变异性也很大 ChatGPT可以从文字企划开始,到生成整个企划要用的图片 都能保持人物及产品的一致性,用嘴P图也很容易 当然它偶尔也是有听不懂人话的时候 例如局部修改1GNG,这时候我就会拿到Design那边直接修图比较快 各家AI工具大PK 图片准备好之后,小戴接着测试各家AI生成影片的工具 这一次我们点数比较充足,加上这个范例比较不好做 就来好好测试所有模型,包含Clean 2.1的Standard,Pro,Master,Pixverse v4.5,Halo 2.0,Lumaray 2 Flash,Lumaray 2,Runway Gen 4 Turbo,Sedance Lite,Pro,One 2.1,以及Google的VO2 还有Vidu,在比较效果之前,先快速带大家看这三个工具怎么操作,方便你实际测试时能快速上手 首先,来到Design,上传图片,填入提示词,这一次提示词我们还加了运镜的部分,然后选择模型,进行各项设定,按下生成即可 其次,来到Google AI Studio,选择Generate Media,View,然后上传图片,输入提示词,在右边设定影片数量,画面比例,影片长度,可以补上复项提示词,帮助排除不想要的内容,最后点击生成 预览后没问题按这里下载到电脑,或直接存到Google云端硬碟 注意,这里不会自动保存档案,只要跳离画面就全数消失,所以一定要记得先下载 当然,这里只是实验室,免费使用的额度还是有限,遇到伺服器满载,也会叫你稍后再来 最后一个是Vizu,来到它的官网,用Google账号登入,这里有三种影片生成方式,参考生视频,图生视频,纹生视频,参考生视频就是混合多张图片内容生成影片 我们今天要用的是图生视频,上传单张图片或使用前后针来协助运算,填入提示词,打开专业模式,自动优化提示词 并且加入这些特定设定,如果预设错误,可以点进去修改,生成的影片效果会比较好,但一个免费账号只能试用三次 如果没有打开专业模式,即使复制一样的提示词贴上,生成结果也会不如预期 接下来就来看个加结果比较,先从上次最难的这个分镜开始,这个分镜AI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手不模糊,双手穿透变魔术,或是容易变成洗手的动作,很容易不自然 这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VG有没有开启专业模式差别很大 再来看我们这次优化后的分镜,这一幕只是要主角从桌上拿起护手霜,对AI来讲却很难 这个只能靠自己后置剪接的功力 这一幕只是要主角从桌上拿起护手霜,对AI来讲却很难 刚好有两张图,先测试单张的状况,再测试前后针的部分 如果全部都不理想,我们就要回头检讨分镜动作的拆解 像这个例子,两张图中间还需要在一个挤完护手霜,放下护手霜的分镜,动作才会自然 这里,我们根据AI给的优化建议加了这一幕 在主角涂护护手霜后,双手轻轻触摸某个柔软的物品 例如衣服、宠物,暗示护手霜带来的柔滑触感 这一幕对很多AI工具来讲也不容易 这次hello表现最好,也完全遵循运镜的提示词,只有最后一秒需要剪掉 bio2之前几幕都还不错,但这一幕就完全不行,差很多 最后这一幕,我们在第五集有提过只要用有稳定运镜功能的hello就好 不用测试其他的,这次你可以看到,多测了其他平常表现不错的模型 结果并没有比较好 测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哪一家最好 各有千秋,但也不可能每一家都买,所以我目前是选择串接各家模型的平台 当然,你也可以每个月换不一样的工具,测试一轮后再选择最适合自己用途的AI工具 在2025年的今天,用AI生成图片影片并不难 在人人都可轻易做到的情况下,你的优势在哪里? 欢迎来到人者妈妈AI小学堂 在2025年的今天,AI生成图像与影片变得容易 但真正能打动观众的,是剪辑的功力 如何让画面协调,情绪连贯,才能让观众完全进入情境 接收到你想传达的讯息 不是会生图,生影片就够,会说故事才是王道 另外一点,AI的本质是预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再强的模型,也有NG的时候 很多人会问,一次可以生成几秒的影片最好 以我的经验来看,并不是越长越好 一次生成5秒和10秒相比,10秒的画面效果未必更佳 但成本却一定更高 就像天气预报,预测明天比预测下周准确 同样道理,AI预测的时间越长,误差也越大 生成这么多版本,还是要靠自己判断哪个最适合 我懂了,选工具就像选战友 帮我的产品做一支广告,要有情境感与细节 老板娘又出现了,该不会又要我爆肝两周吧